美国股债是这一波从8月开始 一连三个月大修整 那当然对于美债的一些投资组合跟策略 燕廷也带着大家一直在重新做一些拟定跟调整 那还有一块燕廷帮大家奠记的是 那存股族呢 特别是金控存股 要知道这些金控公司 他们的投资部位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最新就统计了 受险业的海外投资金额是再创新高 它的可用资 占可用资金的部位是超过七成以上 如果国际市场如果再出现一些风吹草动的话 那想问的是 这些金控公司的获利撑得住吗 对于明年的配股配息上面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要请教汉文老师 因为最近市场确实也在讨论 美债这一波大修正 对于金控公司 对于受险的投资获利 一定会有冲击 那明年的配股配息在金控业上面 是不是可能会打折扣 所以现在大家对存金控股的投资朋友 要不要重新去调整衡量它的价值了 对会有这样的考量 我想主要是因为 最近金管会有根据金控 如果动用法定 或资本公积 就老本配现金股利 有一几个条件 你看几乎大部分都是 第一个资本结构 资本氏足利 财务要健全 财务结构跟杠杆 最后一个就算你上面四个都符合 还是要送金管会 这个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当然遇到债市很大波动 其实债市才是真正在投资机构里面 最庞大的一个投资部位 非常非常的恐怖 而且非常非常的惊人 你光看美国它的债务 有到35兆 那你想这些美债去哪里 不可能川普自己买吧 不会拜登自己买 叫彭博来买好了 没有不可能 一定是央行买进去 然后再去做一些相贵性的动作 谁有这么多的钱 所以我刚刚讲 很多各国央行 他已经不再买债券 都是这些一般市场上面在买 所以你当你的债市出现波动 我以我自己为例 我就莫名其妙 六月份去买一个 不是美债公司债 居然摆到现在 居然买它是15% 债券价格 还好它的票面利率够高 所以我可能要四年不吃不喝 来摊补这个价差 当然我也希望 所以讲到这边 我们呼应一下前面讲 债券真正要涨的时候 还是要利率往下走 纵使我供给面把它减少 美国减少发债 公司减少发债 这只是供给需求的一个微调 它有一点强心增 但是真正最大多头的 就是要等利率降 所以现在会不会影响到金融股 其实我们从前面金融会的观察 就是我这样讲好了 汉威买了这档公司债 比如说我有一千万资金 我跟人家募来了 我是举例 那50%在这个公司债 我亏了15% 我今年在股票市场赚了15% 那我这样有算有赚吗 可是我再也没卖我可以摆到期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用我买进来计算 我不要用市场价值来计算 所以这个金融会它就有一些规定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赚 那你现在到底状况是如何 你没赚你又要拿老本出来配 这个是我规定你要留的这些东西 所以意思就是现在金融会 它不想要让这些金融公司 在财报上面玩把戏 你就是要真真实实的揭露 对 我们也不敢讲说财报 因为我们自己也待过自营部位 你也有被公出售的部位 你可以不要放在损益表里面 你可以放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那这个就是反映在禁止 我刚刚讲就是我不卖我没赔 可是账面上呢 你要用市场价值算 还是用买进价值算 这个就是 因为在今我们有一种特别 你只要摆到期 美国没倒 我买了公司没倒 摆到期你就一定要还我 这个本金 那中间还会领利息 所以我们就是换个角度 就是之前大家都是用存股 存股想殖利率 那我就今天有一个例子 什么叫殖利率 假设我们今天用1000万 买了一间房子 然后你租给一个房客 这个房客就是金融公司 他赚钱 他努力赚钱 他每个月讲2万5给你 所以你一年大概就是 殖利率有3% 可是我现在 这个债势很不好 我这个房客就金融公司 钱没有赚这么多 那我现在要 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换个方法 跟房东讲说 那我改2万块好不好 2万块 房东说2万块 如果我还是用1000万去算的话 我的殖利率就不到3% 所以如果你是房东 你想要维持殖利率在3% 那你就去买一间800万的房子 同样的租给这个房客2万块 你的殖利率就可以达到3% 那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 过去金融股确实很适合存股 非常适合 因为大环境好 每年配个3% 4%不是问题 那拿个5年10年就有15% 20%还可以赚价差 可是你现在 我不敢保证 以后他都能配这么好 那短期 这目前就联准会的讲法是 确实债券下跌 有短期会影响到他的利率 讲人保守是已经影响了 所以我们的意思也就是说 那你现在如果是要买 你可能就是要以净值来去做一个观察 那当然大家就问说 那汉卫那我到底现在什么好 反正我也觉得 其实金融股操作 以净值为主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只能拿2万 所以我就是要800万 如果我可以拿2万5 我可以用1000万买 这个就是你的观念要稍微改一下 我整理一下 因为最近的市场行情是真的很不好 所以也就是金控股在反映这件事情 难怪会一直跌 因为他就是要修正他的获利 涨300点 金融股也没动 我们是不好意思点破 然后说 美式联准会讲一个什么 债券价格下跌会影响经济 不是我故意要讲这句话 而是说他没事干嘛讲这句话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也不知道未来的美债会不会继续跌 也不知道未来的环境怎么样 我们根本不知道金控股 明年获利到底好不好 所以市场就一直让他修正 那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金控股 还一直看他的殖利率的话 会没完没了 所以汉卫现在建议不要看 现在纯金融股不要看殖利率了 要看禁止 对 看禁止 因为现在真的很多禁止的变 像我们抓大道不能倒 总可以看了吧 金管会都说大道不能倒 那你还不能买 那你不知道什么 那我们就会去观察 其实我们也跟燕婷一直在讨论 如果你是比较积极的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讲 我觉得你可以以受险族群为个观察 因为受险族群一定是买海外市场 我不要讲债券 讲债券好像点名他 没有海外市场最大的这个族群 那海外市场什么投资部位会最多 股债一定是最多 所以你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禁止 就相对比其他非受险 当然其他也是还有 那没有相对来讲的就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你就会觉得 所以我为什么强调用禁止看 你现在殖利率看起来就只有2点多 是不是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 你拿不到三我不要买 可是我们也跟燕婷聊 债市有可能只是 一时的 对千载难逢最便宜就是现在 万一如果明年降息 债市翻转 那金扣后年不就又配得出来吗 我刚刚为什么不敢跟你讲说 债一定是最低 因为没有降息 我现在只是供给需求 从美国政府这边 好像税收够 我不用发这么多债 有一点点一个强心针出现 但是真正的让债市大多头来 还是要靠利率 还是要靠降息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保守的 你可以考虑像合库金 低利金 但是它的净值就没这么低 所以这个你就要自己去取舍 那我等 不然我等 可是我还是强调 债压的比较重了 当然它有可能受到债的影响会比较大 那你如果是趁这个债市比较不好的时候 它价格比较便宜 那你买的净值就会比较便宜 所以这个就是取学于大家的风险属性 如果我想压一把 明后年再次就起来了 那你不妨以受险族群为主 那如果你觉得说 我还是不要好了 乖一点 继续存股 那你可以以这个官股行库的金控 那至少这六家 是金管会有出来讲的 虽然它是金控 它讲的是银行 但是是大到不能倒的 也是值得大家去做一个留意观 那我们就会再衍生一个问题 如果看净值 因为刚刚汉伟有帮我们分吧 就是有受险的跟没有受险的 那受险的可能未来 还是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 它到底要到哪个净值的部位 是划算可以加大我们的操作力道的 对像现在国泰金已经几乎一倍了 其实是划算 但是殖利率没有很好 就不要看殖利率 对 可是你不看殖利率 你就没有办法去换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格 这个净值往下 你可以开始准备做布局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两万五 两万 一千万跟八百 这个比率 我来不及 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播 再去看一下 没关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进入到便宜价格 但是如果有更便宜 当然我们就不用 挤着一次把钱全部买光 但是如果净值越靠近 你说受险类的 净值越靠近一倍的 超划算 低于一倍更划算 我们那种就是定期定额 反而应该要加大额度 就像红海跌破100 人家说什么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这个就是有点这样的概念 整体来说 金控股还是有 它存股的价值在 可能跟是因为 环境面开始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稍微 做一些思考 跟策略上面的微调 给大家做参考 分两类 如果你是积极型的 你当然是受险业 因为债券这个环境 可能只是一时的 会不会明年真的降息之后 这些债券类的 这个金控股 这配息又回来了 那么价值就又回来了 但如果你还是很怕的 不知道这个降息循环 什么时候会开始的话 那就当然是找非兽险类的 给大家做参考 在金控的存股族 好那宰股的操作策略 又该怎么重新调整呢 好难操作 最近这个上上下下 忽多忽空 休息一下干净请教 两位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